史上最大的国会贪污案 北俭经过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的调查 在今天早上癥结起诉 将行贿的前太刘董作李恒龙 白手套郭克明 还有收贿的五名立委以及多名助理 全部都依贪污制罪条例提起了公诉 其中苏正清他收贿2580万元是最高 至于前世代力量党主席徐永明 他还没有收到汇款就被抓 都被起诉了 那么检方痛批这些贪污自干堕落 变卖国家公权力 沦为李恒龙以金钱豢养的家臣 以权恋财 建议法院予以重诚从众量刑 狼狈走下囚车双手上铐 立委收贿案再压被告们已审 有人躲到罚警身后躲到看不见人 他们都要拼交保重获自由 因为北俭21号将他们全数贞结起诉 忌徒相关部会的公务员 在不堪压力之下变更既有见解 而完成理性被告所交付的使命 胜有为谋求理性被告一人最大的利益 总计12名被告被起诉 立委苏正清收受贿赂罪 不罚所得高达2580万 立委廖国栋收受贿赂罪 不罚所得790万 而立委陈超明收受贿赂罪 不罚所得100万 另外立委赵正宇财产来源不明 喊逃漏税捐罪68万 另外前立委徐永明 齐约贿赂罪 虽然没有拿到钱 但同样遭到起诉 检方鉴请将以上5人从重量刑 另外包括三名助理 于学阳 丁富华 梁文一 同样都遭到起诉 另外赵正宇的助理林佳琪 则利用老板的名义 向殡葬业者榨得了1100万 白手套郭克明行贿之外 擅自侵占了业者交付的贿赂款项700万 而前台楼董座李恒龙 和驱使民调总经理吴世昌 同样都在起诉名单中 契约收受金钱贿赂 而变卖国家公权力 沦为理性被告所豢养的加成 肆无忌惮假借立法委员职权的威势 起诉书重化痛批立委 另外包括李恒龙 以及廖国栋的助理丁富华 两个人转为污点证人 侦查中自白之外 丁富华也交出了犯罪所得 得以减轻其刑 立委收贿案 无名前后任立委 无一逃过被监方起诉 如今就看一审是否羁押 要这些大立委们 看守所内继续反省 记者杨主持人 王映竹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时代力量前党主席徐永明 他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要求把贿款转入 时代力量的专户 没有想到因为中间的沟通出了问题 结果自己没有拿到钱 还是被起诉了 不过另外一名关键人物 也就是白手套郭克明 他是从殡葬业者给的1800万 私自拿走了700万元 那么就被依业务侵占罪起诉 好几个这个立委 在侦查期间都不愿意认错 但是现在结果出炉 贪污犯行也一一曝光 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 转入收贿风暴案 当初80万元交保 引发外界质疑 随着起诉诉破关后 发现他一毛贵款都还没拿到 还是遭到起诉 徐永明借用立法院红楼会议室 作为举办场所 施压经济部官员出席 并将政治现金 汇入时代力量的政治现金专户 没有想到因为沟通上有疏失 并没有收到贵款 当时前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 和区市公关公司总经理 吴世昌沟通施压官员开公厅会 以及政治现金一事 徐永明急着要钱 不断要无帮忙催促 但却因为中间沟通出问题 并没有将汇款交给徐永明 当初徐永明是一度要求 要把汇款转进时代力量的账户 虽然徐永明紧急辞掉党主席 然对时代力量形象造成重创 我们党内的这个机制 处分的部分 因为最重的就是开除党籍 那因为我们前主席 徐永明已经主动的退党了 在6、8、月6号的时候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器材 那多少人有交付贵官 除了徐永明最正确作 相赖也赖不了 立民关键人物白手套郭克敏 在周振宇案 透过立委助理林佳琪帮忙办事 殡葬业者四次交付的钱 剩余的1800万 应该要交给周振宇以及林佳琪 没想到他竟然将其中的700万人 占为己有 另外被一业务侵占罪嫌起诉 如今侦查终结 侦办期间询问191人 搜索3次21处 数位财政15具装置 把行贿收贿疑点通通厘清 号车史上最大的国会贪污案 一个想躲也躲不掉 记得台北怎么报告 政经国会的立委贪污案 北检在今天宣布 贞结 依贪污最起诉的前太刘负责人 李恒龙等人交给记者 王运煮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其实再来关心 在今天政经国会的立委 集体收费案件 在今天台北地点数是正式宣告 侦查终结 那么在目前我们也已经确认了 总计12名遭到起诉的被告 其中包含了立委苏正清 和他的助理于学阳 另外还有立委廖国栋 和助理丁富华 另外还有立委陈超明 跟他的助理梁文基 以及立委赵振宇 和他的助理林佳琪 另外包含了前立委 徐永明在日前是以80万元交保 在这一次同样也在起诉的名单当中 另外还包括了 前太刘董作 李恒龙和白手套 郭克敏 以及趋势民调总经理吴世昌 这就是这一次完整 总计12人的起诉名单 好 我们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 刚刚这个求车室 也已经搭载了部分被告 来到了现场 现在我们来听记者会的现场 台北地检署甲官 侦办书信被告等 涉嫌违反贪污自罪条例等案件 于今日侦查终结 简要说明如下 一 有关侦办经过 法案经台北地检署甲官 指挥法务部调局 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调查多年 见市政明确 于今年也就是109年7月30日 由主任甲官7人 甲官27人 指挥甲事务官 法务部调查局 北部 南部 东部地区机动工作站 台北市调处 新北市调处 桃园市调处 以及基隆 宜兰 新竹等调查站 这调查官共计231位 持台北地院的搜索票 至书信被告等国会办公室 及基隆 台北 新竹 桃园 苗栗 高雄 屏东等 处所及办公处所 共65处执行搜索 扣得账册电磁记录机 疑似汇款的现金 本案侦办经过讯问的被告 及证人共计191人次 搜索共计3次 71处谈寻55家金融机构 查询20人的金融账户 并向有关单位函查资料 其笔利用本署数位采证室 采证数位装置共计15具 本案的侦查结果部分 有关书信 料信 陈信 徐信 理信等被告 共计10人设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 均提起公诉 造性被告设犯贪污治罪条例 及违反税捐基增法等罪嫌 提起公诉 灵性被告涉及刑法冒用公务员名义 诈欺起财罪嫌提起公诉 另外 翁姓被告 理性被告2人所犯贪污治罪条例罪 销信被告所犯违反税监基增法罪 均为还起诉处分 另外 诚姓 好姓 红姓等被告 共9人所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之 行收贿罪及刑法泄密等罪嫌 因犯罪嫌疑不足 均为不起诉处分 有关起诉的检要犯罪事实部分 先就这个背景部分来说明 书姓 料姓 陈姓及徐姓被告部分 理性被告就收口百货争议事件 既望由立法委员具有邀请相关部会业务报告 質询以及预算审查等职务上的权利 施压经济部的官员 以撤销泰流公司的征织登记 藉由立法委员具有行使立法权 议决法律案等职务上的权利 并对公司法第九条第四项的条文进行修法 而召开公听会等方式 以顺利取回收口百货的经营权 而为行贿立法委员 首先 书姓被告及余姓被告部分 理性被告至101年初辗转认识书姓被告后 即分别基于行收贿的翻译 委由书姓被告 利用立法委员的职务权限 接续召开协调会等有例理性被告的发言 会与委员会中提案等职务行为 积极施压经济部撤销泰流公司 于91年间的征织登记 以达成理性被告取回收购经营权的目的 再以借款参与党内初选等名义 自101年8月间 自104年12月间 多次由理性被告交付现金以及资票 共计新台币2580万元的贿赂给书姓被告 另自103年6月 自108年11月间 由理性被告交付现金及资票 共计124万元的贿赂给余姓被告收售 有关料姓被告及丁姓被告部分 理性被告自101年间 请托书姓被告协助向经济部施压之后 尼再寻求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协助 得知市支公司的总经理郭姓被告 曾经担任国会研究助理主任 熟悉国会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及运作 乃于104年间委托郭姓被告 同时参与书姓被告对经济部施压 郭姓被告透过丁姓被告联系料姓被告之后 及分别基于行社会的翻译 被告 料姓被告及丁姓被告 自104年3月到109年7月间 利用立法委员的法定职务权限 接续就理性被告所请托 太刘公司征资登记案有关的事项 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中行使 直询官员提出法律修正案 删除或冻结预算 及召开公厅会协调会等职务行为 要求经济部撤销太刘公司 前开91年的征资登记 以达成理性被告取回收购百货经营权的目的 料姓被告收受现金贿赂共计790万元 丁姓被告收受现金贿赂共计180万元 有关陈姓被告以及良姓被告部分 理性被告在108年间 因见长期以来透过立法委员施压 都未有所成 气球其他方式 得资我国在102年11月 11月间 曾跟新加坡签订台新经济伙伴协定 该协定针对我国与新加坡两国之间的投资争端 提供纷争解决机制 理性被告为了夺回收购经营权 而谋生欲以该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申请仲裁 透过立法委员举办公厅会等方式 施压经济部撤销泰流公司的增资登记 而计划由理性被告提供资金 郭姓被告负责寻找联系 而以金钱方式会求诚信被告以经济委员会招委的名义 提供协力方式行使立法委员的法定职权 先在东吴大学所发公司法修法后相关研锡公厅会的函文 上面盖印国会办公室的横条说后 转送经济部 在于108年12月16日亲自自电经济部长 并要求经济部国会联络人派员出席该公厅会 逼迫经济部官员参加上开公厅会 企图施压经济部能够撤销泰流公司的征资登记 并由翁姓被告负责财务出纳工作 以现金给付或利用不知情的第三人所开立的公司名义 捐赠政治现金 假借捐赠政治现金的方式交付贿赂 陈姓被告 陈姓被告 因此于109年1月间收受贿赂100万元 梁姓被告收受贿赂50万元 有关徐姓及吴姓被告部分 李姓被告为了夺回收购经营权 而谋生已上开协定之争端解决机制申请仲裁 透过立法委员举行公厅会等方式施压经济部 李姓被告与徐姓 郭姓 吴姓被告等人 岁于108年12月2日上午在徐姓被告国会办公室内 其约由徐姓被告与东吴大学合办公厅会 并由徐姓被告借用立法院红楼会议室作为举办的场所 在共同居民发文施压经济部的官员出席 并约定由无姓被告作为收受贿赂的联系窗口 以政治现金名义汇入时代力量政治现金专户 然因双方就给付一次发生误会而未能交付贿赂 有关照姓及灵性被告部分 照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 经检察官前往其住处搜索时 查获现金920万元 就上开与其收入险不相当的财产中 其中经查有170万元来源不明 照姓被告无法为完整充分详实之交代 亦无法证明其来源为合法 另 照姓被告于108年7月间 居间仲介昭阳投资公司购买桃园市某地段的土地 近基于诈述逃漏税捐的范益 在买卖成交后 要求昭阳投资公司以捐献政治现金名义 支付仲介佣金共计221万8千元 照姓被告并配合开立 盈利事业捐赠政治现金之收据 以此不正当之方式 逃漏该年度个人综合所得税捐 共计68万2140元 林姓被告部分 林姓被告基于冒用公务员民意诈欺取材的翻译 明知其对于营建署办理阳明山国家公园计划第四次通盘检讨案的作业一知半解 且对于保总公司所提出的陈情案毫无所惜 竟营造立法委员造姓被告以运用立法委员职权 关切施压营建署及洋管处 将新北市金山区某地段的土地化出国家公园管制区的假象 许姓诚信业者而向诚信业者诈得1100万元 另郭姓被告基于侵占业务上持有款项之犯益 将业者所交付应转交的款项共计700万元侵占入籍 第四个部分有关所办法条 理性被告郭姓被告二人交付贿赂的行为 细犯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 关于公务员对于公务员关于不违背职务行为交付贿赂罪嫌 理性及郭姓被告其约贿赂的行为 设犯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 对于公务员关于不违背职务行为其约贿赂罪嫌 书姓 余姓 料姓 丁姓 陈姓 及良姓被告六人所为 细犯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 对于职务上之行为收受贿赂罪嫌 徐姓 无姓被告二人 细犯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 对于职务上行为其约贿赂罪嫌 造姓被告就其住处所扣得的一百七十万元 未能说明财产来源 细犯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之一 第一款之财产来源不明罪嫌 其指示朝阳投资公司以捐赠政治现金的方式 给付土地仲介佣金 令违反税捐基增法第四十一条逃漏税捐罪嫌 林姓被告杨以赵姓被告立法委员的名义 讹诈殡葬业者 令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之四 第一项第一款 冒用公务员名义诈欺取材罪嫌 郭姓被告将殡葬业者所交付的 现金两千万元扣除其原可分得的两百万元 原因将一千八百万元 悉数交给赵姓被告或灵姓被告 郭姓被告竟将其中七百万元侵占入籍 成立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项 业务侵占罪嫌 有关良刑的意见部分 首先书姓 料姓 陈姓及徐姓被告部分 被告世人均升居庙堂高位 守执立法权牛耳之立法委员 本应坚衡全民的共同利益行使立法权 燃尽自甘堕落自一百零一年起 自一百零零九年因本案遭逮捕食子 契约收受金额 契约收受金钱贿赂而变卖国家公权力 沦为理性被告所豢养的加成 恃无忌惮假借立法委员职权的威势 自意泛滥以协调会 公听会 业务说明 直询预算审查等名义 对于坚持遵循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决定 依法行政的公务员为鞭吃 骚扰及恫吓 季徒相关部会的公务员 在不堪压力之下 变更既有见解 而完成理性被告所交付的使命 盛有为谋求理性被告一人最大利益 竟不惜为了夺回太刘公司经营权的目的 而量身提案修法 完全无视真正硕及既往的法律效率 对于法安定性所造成的重大侵害 有有胜者 司法权作为国家主权核心权力之一 对内拘束全国人民及政府机关 对外原则上不能让渡他国 片面变更我国司法机关的既有决定 然 廖姓 陈姓 徐姓 被告等人身为立法委员 明知太刘公司经营权之争 与新加坡商天翼公司等全然无色 而理性被告将其名下太刘公司股权 移转与新加坡商天翼公司其目的别有用心 你所看到目前这个是立委涉贪案 已经争结了五名前任现任立委全都被起诉 那么检察官细数了 他们在施压官说以及贿赂等 有对价关系的犯罪事实